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 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 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彭提供 电讯提到的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选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午时会见了法兰 西共和国总统乔治彭提供 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了问题 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 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 彭提杜总统见面时 双方长时间的握手 毛主席对彭提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 表示热烈欢迎 彭提杜总统说 我唯一有机会同你见面 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 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 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贵贱的冤枉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 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 法国在西欧国家中 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 他请彭提杜总统回国 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实在座的有王海荣 唐文生 齐宗华 罗许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挥舞时的照片 在中南海 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 毛泽东 彭提杜居中 两侧为周恩来 王洪文 这样的外事安排 最清楚不过的 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基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 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 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 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 斯诺1971年在第四期美国 生活杂志尚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字面都是书架 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 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 许多书中插着著有解释的 作书签用的纸条 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的报刊和手稿 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 通过宽敞的窗户 可以偏见远景 据说 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市众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 王洪文进进出 出于毛泽东的书房 依次又依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 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 寄予了厚望 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 让他出现在照相机 电影摄影机 电视摄像机镜头前 树立他的微信 便与他接班 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 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 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 他和毛泽东 周温来 外国首脑的合影 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 依赖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文哈文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 原本不明一文 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 毛泽东会见阿拉伯 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在因沙菲 进行两小时的交谈 在座的是周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 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安利奥特特鲁多总理 参加会见的是周温来和王洪文 在中南海的书房里 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 周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 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 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荣 1973年11月2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 澳大利亚丛理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陪同会见的是周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1月7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 西亚强史蒂文斯五天之后 到1973年11月7日 毛泽东会见塞拉拉 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 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 王洪文和周温来在座 这时的王洪文 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 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 正经微多 毕恭毕敬 而是翘着二郎腿 协议在那里 在1973年 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 在外国记者的眼里 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 也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 毛在中共时大之后 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 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 周已75岁 是毛的同位战友 因此 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向全世界表明 王是他的接班人 未来的中国 是王洪文的中国 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 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 但是 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 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 为的是在他突然顽固时 可以使人口众多 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 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 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 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前台词 1974年上半年 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 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 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方 2月22日下午 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肯尼斯戴维卡公达博士 2月25日 会见阿尔基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 政府总理胡阿里布麦丁 3月25日下午 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 朱利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及副首相、监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 会见赛内加尔共和国总统 列曹波尔德塞达桑德尔 5月11日晚 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 会见赛普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 会见英国首相西斯 5月29日下午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金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 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 总共进行了16次 1974年6月1日 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金之后 周恩来病重 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 他在5月19日 23日 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大夫劝他必须入远动手术 从此 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1974年7月5日 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亨利杰克选和夫人时 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 周恩来病重的消息 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 1974年9月4日 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玛时 坐在毛泽东之策的 不再是王鸿文 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 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 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鸿文外出了吗 不 王鸿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一书远了王鸿文 是王鸿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 王鸿文失宠了 9月10日 毛泽东会见一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哥翁将军 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 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 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 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 毛泽东会见加藤共和国总统邦格 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 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1974年10月13日凌晨 由汪东兴陪同 乘火车抵达长沙 在那里静驻了114天 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 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即会见丹麦首相之后 那五次会见 也始终没有王鸿门的份 11月6日晚 毛泽东在长沙 会见特利尼达和多巴格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 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 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 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 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伯托 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 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尔他和联邦德国贵宾 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公文失宠 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 作为接班人 王公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 被确定为接班人 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上翻车 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公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 成为第三号人物 到1974年7月17日 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 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公文为接班人 他是王公文做着火箭上升的推力 又是毛泽东发觉王公文不是宜于作为接班人 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 王公文仍不悔改 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作者 叶永烈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